刚才你说你两年多 两年三个月没有出国了是吧 现在日元贬值 那么考虑到疫情过去之后 您还要到日本来 你有考虑过换点日元存起来吗 对我觉得现在日元的贬值是暂时的 因为呢我觉得就是 这次呢就是日元贬值也是 其实也是很意外 因为我觉得在目前的背景下 因为每次出现战争 投资者呢就是有避险的倾向 一般呢他会把钱放在日元或者瑞士法拉 因为日元是一个天然的一个避险资产 所以我认为这次就是日元的贬值呢 是一个是一个这个是不正常的 是吧是不正常的 所以我觉得我相信就是很快日元会反弹 日本银行的黑钱总裁他就认为啊 这次日元贬值为日本经济带来的是正面的作用 是plus的 那是是可以是当然可以这么说了 因为因为日本呢就是就是这点 中国和日本很类似是吧 就是就是你是债权人不是债务人 反正你别人欠你钱你不欠别人钱 你贬值对你总没有什么坏处是吧 因为你有很多海外资产 第二呢日本呢这么多年来了 是吧通货膨胀一直很低 所以你贬值反正也没什么坏处 其实我觉得这有道理 但是呢就是 但是呢我觉得就是 但是这可能有一些别的影响 因为你毕竟是世界第二大第三大经济体 就是如果有一天比如说日元 如果真的在进一步贬值的话 那你觉得会不会影响到 中国央行的相应的决策是吧 因为因为这个确实市场都是 因为卖汇它不是一个绝对价格 它是相对价格是吧 它是两个货币之间的比喻 总而言之我还认为 就目前日元现在的水平 我认为是属于 和它的基本面的脱离 属于超低的水平 所以你如果问我 是不是如果一年以后 两年以后去日本 所以我觉得应该现在 现在买些日元 谢谢徐老师 再问一下 就是这个中国开两会啊 日本媒体也是非常关注的 因为我们在海外的记者站 我们是要报道一些国内的情况 也要报道一些日本的情况 然后日本同行 他们也会找我们来咨询一些问题 然后最多的问题 主要他们都很关心啊 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目标 这一次呢被计定为5.5% 前后啊 5.5%前后 所以想问一下 您这个5.5%前后 对于您来说 是否出乎您的预料了 我觉得是确实出乎了我的 不能说完全出乎我的预料 因为呢在 就是两会之前的一些场合 其实呢政府呢在透露它的意思的时候呢 其实5.5%左右也被用 是吧 当然了5.5%是一个比较高的数字 为什么比较高的数字呢 因为就其实这些年来 这十几个近十年 一直在谈就是我们经济可持续的增长速度 就可持续的增长速度呢 就是说你不需要政府的刺激 就自然的增长 比如说企业自然的投资啊 这个消费者自然的需求啊 然后出口门自然的表现啊 那你如果把这些加起来的话呢 这个可持续应该是多少的 我不敢在这里说可持续多少 但我有一点很肯定的说 就是如果你把中国的消费者的表现 以及中国这个出口部门的表现 我觉得每年总可以达到3.5到4 就是你不经过任何的努力 那你如果3.5到4 你再加上政府的投资这方面 所以你可以看就是5.5听起来是比较高 但也不是说那么损能听闻 是吧 那当然了我们说这个5.5 我再强调一下 5.5只是5.5左右 现在大家可能更关注的是左 而不是右 是吧 那也就是说 所以我觉得就是顺便再跟你说一下 这个在亚洲开发银行刚公布的 这个他们对这个亚洲今年的 这个重新的这个预测 因为重新的预测主要考虑到欧洲的战争 所以他们是把中国的经济经验增长 调到了5 反正不管是5还是5.5左右 其实反而这不是太重要 我觉得重要的是就是说中国经济还是有比较大的增长空间 那日本媒体他们认为这次俄乌的冲突造成了石油上涨 还有现在房地产也卖的不是很好 那么中国在疫情管理上又非常的严格 所以这有可能导致这个经济增长目标 5.5%很难实现 那您刚才说了我们能够保底四点多 日本媒体认为是很难实现这个5.5% 您认为我们其实不必要太在意这个5.5是吧 我们又不必要太在意5.5% 为什么这么讲呢 就是因为中国经济今天已经是属于一个 在某些地方属于比较发达的 比如沿海地区是吧 比较发达的 但内地还比较落后 但总的来说 就是中国经济今天发展到今天的程度 就服务业占的比例越来越重 那服务业占的比例越来越重的话 就是经济增长的每一点和就业 其实不是有那么明确的关系 那以前呢在中国经济还在起飞的时候呢 政府可以通过一些大的基建项目 刺激投资创造就业 其实今天来看呢 这种做法呢也值得商榷 因为一个大的项目呢 它可能带来的是很多的投资 不见得带来的就是真是很多人就业 是吧 我觉得 那再有一点呢 就是我想说的呢 就是对中国经济这个5.5%的话呢 就是我觉得5.5肯定是有很大的挑战性 尤其是这个欧洲战争 再加上最近疫情的控制 尤其是在上海及周边的地区 是吧 前一段在深圳 因为中国经济最有获利的就是 长三角和猪三角 那它确实是影响了这个物流 影响了这个企业的这个供应链 是吧 更不要说 像我这样的人 以前是可能每周都去上海 那这个确实是困难 所以我觉得就是 对下半年来说 中国经济应该做的是什么 我觉得下半年中国经济 如果我们要就是 这个考虑到这个疫情 这两年多 我们的这个经济的表现 和我们的做法 我特别期望 就是我们的政策 要直接面对的是 最终端的需求 就是消费者 那您可能也了解一些 日本媒体的一些个状态 对 他们很 你了解 对 他们呢就是很关心 中国发生的所有的事情 尤其呢想做一个自我的判断 与此同时呢 其实他们也很在意 中国的学者是如何评价 日本自己的经济政策 一系列的事情 他们也很在意的 所以呢 我就想请问一下 您是如何评价 安倍的经济政策的 因为在我采访的一些人当中 他们对安倍经济政策 这个怎么说呢 众说分 有的说好 有的说不好 那么日本媒体 其实也很关心 中国学者怎么评价 这个安倍的经济政策 您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就是 他的这个 安倍的经济政策呢 就是 当然了 大家把它归纳为 叫三支箭是吧 一支箭呢 就是要需要 银根要比较松 其实这点呢 若实际呢 就是 叫日元要更 更 更弱一些 是吧 这些弱一些 我觉得这 可以理解 我觉得这个 无可厚非 是吧 第二点呢 我觉得就是 财政上呢 要更宽松 我觉得这点 也无可厚非 第三一点呢 就是 使得这个 妇女 就是参加这个 就业的这个 意愿更强 我觉得这也是 对的 包括呢 这些年来 大家很多 注意到在 微观层面 比如说在 在这个机场的 这个 从事搬运啊 甚至比如说 在一些服务行业呢 越来越多的外国人 从这样的工作 这都是 我觉得从这点来说 其实它总来说 还是对的 我觉得这个是 应该肯定的 因为对于一个 就是 本身 没有什么 增长潜力 因为对于日本来说 现在真的增长潜力 已经 是吧 已经没有了 但是呢 又是 有很多的海外资产 又是 就是 就是早已经变成了 富裕国家 所以我觉得 它追求的 不应该只是 经济的增长 我觉得 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觉得 它政策还是 可圈可点的吧 好的 那就是 现在 岸田文雄 是日本的 新任首相 那么在他 当任首相的 那一天开始 日本媒体 最关注的事情 就是他提出了 一个新资本主义 然后我想请问您 您认为 这个新资本主义 它是 安倍经济政策的延续呢 还是说一个 方向性的一个转换 您怎么看 它这个新资本主义 对 一般来说呢 我们说的是 不管是新的资本主义呢 还是 更包容的资本主义 我们应该都把它理解为 就是对收入缩小的重视 是吧 那这 今天呢 其实在欧洲已经实现了 美国是根本没有实现 是吧 但是美国呢 也提出了 比如说 其实这些年外 在发达国家都提出了 视标保证 就是人的这个最低收入 不是最低工资 是最低收入 那你如果看 拿这些指标来看的话 那日本其实早就实现了 是吧 因为日本是一个就是在这个在这个西方国家里来说 可以说是最重视公平的最重视公平的国家 是吧 就连我常常 也不能说常常 每次我去日本 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 可能在 一些工地呀 还有一些什么 你会看着有偏从事的工作 那是不是我 我如果在中国 我就说这样的工作是可有可无 那 其实 不应该这么理解 是吧 一个人做的工作 你不能说是可有可无 因为工作呢 带来的呢 不仅是收入 可能更多的是尊严 所以我觉得 日本在这方面 按说其实已经做得非常好 所以我能明白就是说 比如说新资本主义 能怎么能够更上一层楼 所以从这个角度 我不认为是他对过去的 这个 这个否定吧 还有呢 我也注意到 比如说 每次日本出现这个自然灾害 是吧 我也能感受到就是 比如说 他的这个 这个他的秩序 不管是在超市 是吧 我也能感觉到 比如说在救援的时候 发现就大家也 维持秩序 所以确实 他体现出的这个 凝聚力 是吧 再加上他的这个 这么多年来 这么重视这个 公平 所以我觉得 我真不能想象还怎么能够更变成一个新式资本主义 是吧 其实所以 所以就为什么我最开始说的时候呢 就是说 就是说对日本的朋友 如果他有机会来中国的时候 他可能发现的是 中国最多的是 有点类似美国那样的动物精神 因为当然了 你如果太重视公平的 可能你就会影响这社会出现这种动物精神 在中国提出一个共同富裕这个词 出来之后 共同富裕 然后呢 有些日本媒体就说了 他们说这个共同富裕很像 日本60年前的一个经济政策 叫国民所得倍增 您对这样的评价 您的意见是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对比可能不太恰当 是吧 日本呢 这个经济呢 在60年代还是高速增长 70年代高速增长 是吧 那接着呢 是 一度呢 是出现了这个石油危机 那不是日本 是因为日本的依赖石油的进口 所以造成了国内的通货膨胀 达到了两倍数 那即使这样的话呢 日本的这个经济增长 高速增长 还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一直持续到 这个80年代末 是吧 所以我觉得 60年代的日本呢 那个时候不一样 那个时候日本是很轻松的经济增长 是两倍数的增长 将近两倍数的增长 是吧 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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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中国不是这样 今天的中国的增长 肯定是 就是朝着一个 从过去比较高的速度 要朝着一个稍微低一点 更可持续的速度发展 所以在这过程中呢 大家的期望是不一样 因此呢 共同富裕提出的背景 就是希望 就是我们今天在发展的过程中 怎么能更重视这个弱势群体的 他们的扶持 我觉得这是我这样理解的 但是共同富裕呢 就像我们今天 每一个人 我们不可能去 大多数人不可能去参加奥运会 当运动员吧 是吧 因为人本身呢 他的 他的天赋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对人来说呢 我们应该保证他有 同样的机会 但是不能保证他有同样的结果 因为同样的结果的话呢 那经济就失去了活力 所以这是我这么去理解 共同富裕 我们强调的是机会 而不是强调的是结果 还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在运动疫情之下 特别是在去年的时候 日本的供应链出现了问题 情况非常的严峻 很多工厂不能开工 那么现在中国国内的也是因为这个疫情管理非常严格 有些汽车产业也是停产不能开工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您周边啊 有没有就是您的一些个企业家们向您提出一些咨询 说这次可能是一次意外 那么今后如果再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 然后希望向您找一个咨询的意见 怎么才能解决这种供应链上断掉的问题 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我觉得很困难 因为为什么呢 就是今天呢我们不管是体货行业 甚至看比这个更简单的行业 我觉得它这么多的这个零部件 你肯定不能够就是说 就是最后都你自己来做 或者我觉得那不可能的事情 我觉得那不可能的事情 我觉得我没有答案 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就是最近呢 这几个月大家谈这个供应链重组 谈的是越来越多的 但是呢就是我也注意到 就是谈的人比做的人要多 因为一旦落实到你的投资的决策 其实你很难去做 因为你意味着你成本的巨大的增加 但也不能说你完全不做 你肯定是要做一定的调整 但是呢不可能是一下走到另外一个极端 那您现在手头上有什么正在忙的项目吗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的 更在忙的项目 其实可能大家可能很多人关注 就是不管今天是日本的投资者 还是欧洲美国的投资者 他们关心中国哪些问题 我可以把他们这些问题提出来就有影响 比如说有我不能点名啊 因为就是我比如说 比如说有日本的这个 这个这个投资者呢 或者日本的企业 他们很关注 这个中国的电动汽车的发展 因为电动汽车呢 最终一定是中国在世界上最大 一定呢是标准是跟中国这分不开的 是吧 那他就一下就颠覆了原来传统的这个行业 那在这方面呢 你可以想象原来很多日本的这些龙头 他去怎么去做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可以想象的 我觉得另外还有一个呢 就是很多的企业关注的 其实还是中国的消费者 怎么满足他们的消费 他们的需求 其实更准确的说 是中国年轻的消费者 因为呢 年轻大的消费者呢 你很难去改变他的消费习惯 是吧 这跟收入没有关系 这跟完全是由习惯所决定的 但是年轻的消费者呢 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习惯 那在这方面你可以看 不只是汽车 还有很多消费的升级 还有这个比如说在 这个发达国家都已经司空见惯了 这些比如说健身美容宠物 就是他们所带来的这个需求 是很多的投资者所关心的 是吧 那当然了还有就像刚才你提出的问题 就是原来的很多的这个 有一些投资者 他在中国的发展 他考虑到供应链 那他觉得是不是 就是我要把一部分的 这个工厂 搬照周围的国家 比如说越南泰国 过去几年发现 也看了就是 很多这些国家 他有他的问题 就这些国家 因为这些国家 因为不止 不能只是这个工资成本低 就决定 你会发现就是很多国家 他有他自己的问题 比如说有他的官僚主义的问题 他有他基础建策 基础设施 建策 令人失望的问题 这个都是很多企业 最开始没有考虑到 因为企业可能最开始 看到的就是成本 目前就现在是 每年在上海 都要办一个 中国进口博览会 对 您知道是吧 对对对 您对这件事情有关注吗 对呀有关注 因为就是 其实你会发现 今天中国呢 就是不管怎么开放 就是其实我们很多的需求 还是没有得到满足 是吧 那就是我们其实就是 如果要让消费者去选择的话 那肯定很多人 要选择进口的商品 是吧 那我觉得这个 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就是我 当然一直关注这个会议 是吧 我觉得从这个会议本身呢 我作为一个中国人 想到确实我们的开放程度 还是不够 还要继续开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